李箱美玉 聽了以後都不想講話 不想動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歌了 那 這唱法很特別 是有很特別 那這唱法很多車禍的 那種腦創傷 修復得很快 也就是說一些腦部的 麻煩一些邊堅、腦部的問題 ok 那 這就是我的 學生也是我的老師 他的一個唱歌 他當個禮物獻給大家 好 那我們就來 介紹 來到 這個 人生動力療法 這是我的第二本書 第一本書呢 的介紹差不多 在今天早上 癌症的這個 病友的這個 營隊裡面就有介紹過 不過我還是會 花一點時間稍微給我介紹一下 今天晚上的主力 會把它放在這本書 ok 這個我們講過設定 設定 這個設定呢 它是 沒有被完成的事件 你可能因為 你會驚嚇 可能因為壓抑 可能因為太痛了 不想去看它 所以它一直儲存在你的腦海裡 這個腦海裡面 它就變成一個劇本 它呢會怎麼樣 它就會去導演一出戲呢 跟你父母很相像 或是跟你祖先很相像的 受苦的過程 這個受苦的過程呢 我在這十幾年來 的一個經驗裡面 我們是可以找出它的 特定的模式 找出它以後 然後把它記住 今天晚上 我特別會去專注的介紹 這十三個主題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設定了十三個主題 這十三個主題 也就是書裡面 中間那個部分 最主要的內容 好 我們下看 人的一生 從一個受精卵開始 到最後躺進棺材裡面 我今天 上這個Facebook 我才知道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40歲 突然猝死 在醫院裡面 台大的同學 倒在床上 突然就過世了 倒在地上 所以人生很無常 到底哪時候會死 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們能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能做的 就針對這個設定的本身呢 我們來做一些探討 來做一些解除 各位還記得 有一些可能參加過 好幾場 設定 它是由哪兩個 component 哪兩個組成 組成的 各位知道嗎 請問是英文講 設定 英文是講 叫Mindsettings Mindsettings 或是Mindset Mindsetting或Mindset 這個設定呢 它有兩個組成的component 第一個呢 叫做情境 打個比方說 你呢 以前出過車禍 出過車禍 因為被車撞是過馬路的時候呢 被車撞 結果你每次過馬路的時候 就會開始心跳加速 開始會很恐懼 這就是設定在作用 各位知道我意思嗎 或是看到車子 你就開始 喔 很緊張 這個叫設定 那以前你被撞的這個 這個事件裡面 被撞是不是有個過程 對不對 例如說你剛好呢 在跟人家打這個手機 在過馬路 所以就是打手機過馬路 沒有看左右 突然被車撞到了 然後撞到飛 這個 三公尺 然後在地上滾了好幾圈 結果發現腿不能動 然後呢 腿不能動就被 人家說 啊 怎麼有人倒了 打電話報警 然後你在哀叫 喔我的腿斷了 我的腿斷了 然後呢 整個過程到 你到醫院去 醫院幫你這個 打針 上 上藥 然後呢 送去那個 開刀 這是不是有整個過程 對不對 這整個過程 就叫情境 OK 了解嗎 好 那這整個過程中的 這個情境呢 因為當時 你受到驚嚇 你的某一種感覺是關閉起來 所以它變成一個 在你腦袋裡面的 扛住的事件 然後第二個設定的 這個設定的第二個 組成的一個 component 它的一個就是叫做 情 緒 這整個事件裡面 你可能一開始呢 講電話 是可能跟女朋友講電話 講得很開心 一開始是開心 對不對 被撞到的時候是嚇一跳 然後在地上滾的時候 呃呃呆呆掉了 然後呢 等到下來的時候 發現自己腳非常的痛 又發現是骨折 嚇得要死 然後看到血幾乎快暈過去 它裡面有很多的情緒在裡面 對不對 好 我跟各位說 在這樣的一個發生的世界裡面 如果你沒有去清楚它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種 不斷的在你的腦海裡面 上演的模式 每次走過八馬線 你就開始想到那個被撞的世界 好 然後每次看到車就很害怕 尤其撞到你的那一台車 是綠色的 然後你每次看到綠色的車 就特別的害怕 莫名其妙 那車停在路邊 看到綠色的 你會 不不不不不 為什麼呢 這個叫設定 瞭解嗎 瞭解嗎 這叫 你啊 沒有被完整經歷的世界 那這樣 例如要再打個比方說 我們在場有很多男士 你年輕的時候呢 可能被一個綁馬尾的 這個女人傷害了 結果很痛苦 結果你看到這個街上 就要綁馬尾了呢 你就開始呢 非常憎恨 那麼奇妙 她也沒有對你說髒話 她也沒有對你說氣話 她也沒有打你 她也沒傷害 你一看到綁馬尾 你就開始 這是這個辣女人 你就開始對她很多的判斷情緒 為什麼呢 設定 所以你莫名其妙看到的人 就很討厭這個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可能很倒楣 因為呢 小時候呢 可能你奶奶虐待你 她跟你奶奶很相像的地方 就是皺紋多了一點 所以你看到人家皺紋 很像你奶奶的皺紋 你就呢 就很討厭人家 人家何其無辜 這個叫設定 各位懂我意思嗎 我們生活中的很多觸發的事件 它會跟我們腦袋那些創傷的影像 起一個等號 又例如說 你呢 家裡曾經發生過火災 而且呢 是你的弟弟呢 玩火柴玩一玩 結果就燒起來 以後你只要看到人家用火柴要點煙 你就開始呢 panic 就開始呢 那個 驚嚇 你因為呢 為什麼呢 你看到那個火柴 聯想到是我們家火呆 發生了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叫設定 這個設定呢 沒有解除的話 它就不斷的上映 包含你父母的關係 我常常在做比喻 因為我遇到個案太多了 這個夫婦之間的暴力增長 這個小孩子呢 很容易受到驚嚇 以後就把這個畫面 intact 鎖在這個腦海裡面 他如果沒有去重複經歷 沒有去做那些情緒的宣洩的話 他會重演 跟父母相同的感情的關係 所以這些設定呢 它造成了我們很多 我明明不想要 但是呢 還是不斷發生的悲劇 對不對 例如說你明明看到這個綁馬尾的女孩子 他也跟你無冤無仇 對不對 然後但是你就給人家打了一拳 你要何其無辜 你要打他以前 你也知道這個女兒跟你無冤無仇 你也不想要打他 但是你就是無法控制 為什麼會有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樣